那你不为难秦子雄了 你看你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他 那就好 走 走 你不为难过 请抚平 善致一举手人尊 伸出你的手 掀出你的爱心 去帮困 去抚平 善是一举手人 满海岸也无声吞 是冷是暖心也行 只不如伤名剑口 伸出于清暴的人 我借一心 写起手 百花愿你总是春 百花愿你总是春 总是春 只奔住你的手 尽住你的爱心 去帮困 去抚平 善是一举手人尊 只奔住你的手 尽住你的爱心 全帮困 去抚平 善是一举手人尊 我借花香 女儿民 光光不愿是根本 我借姐妹和修里 天还被一阳起 这里是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下面就请廖总经理 回答一下刚才这个问题 廖总到底什么是准高速呢 这个高速铁路是广国际广里 两个公里以上的速度 称为高速铁路 而我们广深 均高速铁路 时速定在160公里 它低于两个公里 是高速铁路的起点速度 所以我们称它为 均高速铁路 您听清楚了吗 它是高速铁路的一个起点速度 这160公里呢 我们称它为是准高速 那么这个准高速铁路的建设呢 对推动 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呢 可以说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是不是也是第一条实验线呢 是的 广深均高速铁路嘛 是我国迈向高速铁路的第一条实验线 它的建设 统车标志着我国铁路 建设啊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那我记得原来从广州到深圳要坐火车 好像要两个小时呢 现在呢 要是到一个小时多一点 那将近快了一倍啊 是 广深准高速列车为全封闭式的 它不仅美观舒适 车内还设有电子显示系统 可随时向旅客介绍注意事项 及车内温度和列车行驶情况 全列车装有空调 冬暖夏凉 双层餐车和双层软座包房 在我国还是首次创造 这列准高速列车 它的电影速度呢 是每小时160公里 那这么快的速度 你们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 在广深准高速铁路的机车上 安装了先进的超速防护系统 它包含有法国引进的设备 也有我国自行研制的 旅客列车速度分级控制系统 是集信号安全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 列车制动技术 及危机技术 为一体的安全防护系统 那么法国引进的UT系统 用在法国的TGV上 我们引进这种系统 作为广深准高速列车的超速防护 一般列车发生超速时 一把闸停下来 这是法国UT系统的特点 UT系统可以一把闸停车 对机车的运输能力有影响 根据这种情况 铁科院自行研制了 速度分级控制系统 由铁科院研制的 速度分级控制系统 就是一个人机联控 人控优先的 机电一体化的 兼容信号安全防护系统 它是采用常用制动的方式 实现速度的分级控制 当列车超速运行时 系统用语言发出报警 并在司机没有采取措施时 系统自动启动设备 实行强迫制动 使列车速度 减速到规定的速度以下 实行自动减速直至停车 同时还可以缓解后 继续提速使列车正常运行 广深准高速铁路 汇集了我国铁路 高水平的技术和装备 自通车运营以来 深受各方人士的赞赏 运行至九龙 极大的方便了 进出口岸人员 路上运行着双层客车 我要向观众提一个问题 我国还有哪些城市 运行着双层客车 北京到天津 上海到南京 北京 这铁路三十年来 重载实践所得到证明 中国我们现在发展重载铁路 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已经有了很好的起步 比如说大型铁路 现在正在开行 六千吨的重载列车 并且也定期开行万吨列车 万吨列车它是由120个车厢所组成的 那么全长它们也有一公里半 非常壮观 还有其他的铁路线也是重载铁路吗 是的 现在正在把大型的经验 推广到繁忙赶线 特别是三大繁忙赶线 由北京到山海关 还有从北京到上海 京户还有京广 在这些大区段上面已经部分的开行了 五千吨的重载列车 那么它们的开行 旅客也不运送货物的铁路线 它就是坐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 环形铁道实验线 您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这条环形实验线 是亚洲唯一的环形实验线 那么在世界上 像这种环形实验线 还有四条 它们分别在美国 俄罗斯 捷克和罗马尼亚 三十多年来 在环形线进行过四百多次试验 为我国的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 和各种车辆进行过多种试验 为机车车辆的选行 及批量生产 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依据 同时还完成了 对其他国家机车的检验工作 特别是在七五至八五期间 完成了重载 高速等重大综合实验 为重载列车的开行 为广深准高速铁路的开通 做出了贡献 基地 由世界一流水平 也是世界最大的 轨道动力学实验室 它由实质轨道实验系统 轨道部件实验系统 及数据处理系统 三部分组成 往返轨动试验车 在实施轨道 试验槽内 模拟列车运动 可进行铁道结构 轨道部件 倒床材料性能 线路病害 养护技术 和作业方法等方面的 试验研究 好观众朋友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 结束之前啊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大家 那就是一列火车 它没有车轮 却能跑得飞快 为什么 此复列车 这里是日本的 公骑此复列车 实验中心 1979年12月12号 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日子 今天要接受 研制指标速度 每小时500公里的挑战 此复列车开动了 ML500飞快的前进 它要创造世界纪录 现在运行速度 达到了每小时504公里 通年12月21号 ML500再次运行 最大速度达到了 每小时517公里 又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从此证明超导电磁体 磁浮列车 能以每小时500公里以上的速度 高速运行 那么线性发动机磁浮列车 是利用什么原理 使它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运行的呢 如果把一个用某种特殊金属 制作的线圈 浸泡于零下269度的液氦中 线圈就会发生一种 叫做超导的物理现象 此时线圈的电阻降至为零 由于在超导状态下 线圈电阻降至为零 所以一旦电流通过线圈 即使电源切断之后 电流也会依然存在 线圈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磁力 它就是超导磁体 当磁浮列车运行的时候 车上的超导电磁体 与地面的悬浮线圈 也在做高速的相对运动 这种高速相对运动 导致电磁感应现象发生 地面悬浮线圈感应电流 产生磁场的急性 与车上超导电磁体的急性相反 结果在不卸住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悬浮线圈变成了 具有强大排斥力的磁体 这个强大的磁力 把列车悬浮了起来 使它能够与导轨 毫不接触的运营 日本的磁浮列车 开创了交通运输室的新纪元 它使旅游者增添了兴致 它为业务旅行者赢得了时间 飞一把磁服列车 好朋友们 我们这一期的与你同行节目 就播放到这里 欢迎 任地局外谋很招 中的时候 中国队通过右手的脚轴 来取得到了一次机会 这也是澳大利亚对中散 而过分矮板的后防线 所带来的一次致命的 对自己来说是一次致命的失误 我们在通过慢动作看一下 苏贵宏 左脚传到对方进去之内 球落下之后 双方都没有踪到点 结果中路没有人在接应 5号中央折球之后 看了一下对方的门枪 一号特雷西围栏 然后是轻松地用自己的右脚内脚背 推射对方球门的左脚 这个球打得很小 对方的门枪是无能为力 关键是在他们面前 已经没有对方的后卫队员 在上前拼枪